哈囉囉大家好 我是Somi 今天要教導大家如何獲得 無限耐久的海拉魯 最硬的海莉亞盾 還有五年獸神功 以及多次使用古代之刃的方法 另外還有一個有趣的小Bug 讓寧可在天空快速移動 體驗到飛天神速感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也不要忘記訂閱、按讚 並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出發囉 我們主要去找這兩個人進行對話 一開始他們會在金氏堡壘這邊 位置大概是這附近 因為我已經跟他們對話完畢 可是沒有錄到影像 造成無法呈現給大家看 還請多多見諒 對話完畢後 我們再去河畔一站 大家可以參考地圖及右下角的經緯度 抵達後第一件事情 建議大家先儲存檔案 儲存完畢後 再走到驛站的左手方 這時會看到監視堡壘所對話過的這兩個NPC 之後我們再打開背包 拿出佐娜妮烏姆的翼 把它放出來 這邊有一點需要注意 我們必須要使用救急手 拉翼 靠近NPC的位置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站在翼上面 跟NPC進行對話 對話完畢後 NPC就會離開驛戰 這時你可以使用救急手 拉剛剛的翼 你會發現怎麼拉都不會動 就代表成功了 之後可以是個人喜好用其他餘料 或是佐娜妮烏姆專制 這邊我選擇的是星星瀉片 因為這樣飛起來會有流星的痕跡 那專制完畢後 我們再站上去翼的上面 接下來使用救急手 對準星星的翼片 你就會發現可以開始飛翔囉 這樣子你就可以快速飛下你想去的方向 那如果想要解除這個狀態的話 就是取消救急手 就會自行掉落囉 如果飛到中途不小心掉落也不用擔心 這時候再踩上去使用救急手 就可以繼續飛行了 接下來就是要教導大家 無限耐久的弓與盾 還有可以多次使用古代之刃的方法 那這邊我選擇使用舊的大師之劍 附上古代之刃 因為劍類的武器皆無法無限耐久 所以如果想要無限耐久的話 會建議大家可以使用舊的大師之劍會比較好 我們先在手上準備舊的大師之劍 再丟出古代之刃 之後使用武器結合 這邊要注意的一點就是 線必須要連結上古代之刃 之後呢我們再開啟道具欄 把我們手上裝備的大師之劍丟出去 隨機裝備一把沒有任何余料的武器 那下一個步驟是關鍵點 我們要非常快速的按B鍵 再按Y鍵 如果按的太慢的話就會失敗 那如果是成功畫面的話就會像現在這個樣子 接下來我們把大師之劍撿起來 這時候你就會發現大師之劍有我們的古代之刃了 這樣子的話就是成功的畫面 再來就是丟出去你要用的弓與盾 這邊要示範給大家看無限耐久的關係 所以我選擇快要壞掉的海莉亞盾 急送神弓 再來就是把我們丟出去的裝備黏在平台車上 下一步呢我們就是踩上去之後跟他們進行對話 對話完畢之後NPC就會離開 接下來你會發現這台車還是存在我們旁邊 那我們使用救急手 會發現這台車是無法移動的 這樣子的話就是成功了 接下來就是把上面的裝備全部撿起來 接下來就是成功展示時間 這時候我們去打小怪 你會發現說我們上面的古代之刃是不會消失的 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可以無限的使用我們的古代之刃了 就是可以爽爽打怪 就是可以爽爽打怪 然後我們的盾牌呢會有無限耐久 這邊我找了一個人馬來示範給大家看 這樣子的話我們終於不用那麼殘去找張玉老兄去修我們的裝備了 緊接著再來試一下我們的獸神弓 如果覺得獸神弓攻擊力太低的話 可以使用最強的魔王弓 還沒有看如何製作的朋友們 我會把影片放在下方的資訊啦 大家可以過去查看喔 那我這邊換成魔王弓 來打墨爾德拉吉克 來打墨爾德拉吉克 接下來再來打山頭火龍 一樣使用我們的魔王弓 接下來我們來試試看這個Bug會在什麼情況之下解除 第一個先來試神妙 如果我們射弓箭 弓箭壞掉就等於已經解除了 下一個我們試試看鳥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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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我會射三次以上的弓箭 如果弓沒有壞掉的話 就代表有無限耐久力 下一個是Pone 就算有無限耐久了 來看鳥彎台 接下來我們去跟NPC對話 放賣東西試試看 之後測試看看如果是買東西的話 會不會受到影響 最後一個我們試試看起碼會不會影響到這個BUG 看到這邊的觀眾就知道為什麼我要教導第一個快速飛行的方式了 因為使用這個BUG就無法傳送 所以用這個飛行方式可以讓我們更快速的移動 那這支影片也就到這邊結束囉 這邊跟大家講一下我的版本是1.1.2 使用這個BUG後 湛羽老兄可能就要久久見一次面了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也不要忘記訂閱按讚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次再見 Goodbye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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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